所以這個WireLocker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它就往下走 一往下走就進到CryptoSession 又同時因為TestinSET 所以這個Locker已經被SET住了 我們要說的是 如果這個時候有第二個進來 Toucher往下這樣走 這個是它原來 就是說進到CryptoSession之後 那個鎖就把它鎖起來 當這個程式離開 注意到它離開就執行下面這個叫Locker Force 執行這個Locker的Force 就把鎖都打開的意思 就是說一旦一個程式 從它的CryptoSession離開之後 這個鎖就可以打開 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如果現在鎖是Locker 現在有一個程式進來 它一進來它就做TestinSET TestinSET結果 這個FunctionReturn的錄理詞就是True 因為它已經是Locker了 所以你去Test的意思都是True 那一說是True的話 它就一直在WireLoop這邊 就在Locker圈圈 所以它每次執行WireLoop 它就是True 那我們說 這個時候它這個程式在這邊等多久 它一直做這個指令 就是Test File Test and Set True Do Nothing 然後再來一次 再File Test and Set True 再來再來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它的CPU被OS取回去 包括它的時間到了 它在做這個FileLoop的時候 它並沒有做IO 因為它只是在檢查而已 它並沒有做IO 所以它一直可以執行 所以它是叫StueLocker 它是在那邊繞圈圈在那邊檢查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它的CPU被CPU拿走了 因為它時間到了 被CPU拿走了 所以它就到 叫做 像這種CPU被拿走的程式 應該到什麼 到Ready-Cue去 Ready-Cue再繼續排 等到它下一次 又被分配到CPU的時候 它繼續執行Wire Test and Set 再來一次 這個時候 如果Locker還是鎖著 它就繼續造圈圈 那也許CPU呢 時間又到了 它又被Locker被D-Cue 再排一次 重頭再排一次 排到CPU 這個時候如果Locker已經解開了 它就進去了 意思了 你說只要有一個程式 在Quaker Session裡面 這個Locker就鎖住了 那只要這個Locker是鎖住的 第二個程式或第三個程式 就進不去 因為它已經在這個地方造圈圈的意思 這個是它的 就是用Tencent Set的概念 應該可以解掉 所謂的Mutual Exclusion 我們並沒有講它 是不是一定可以解 剛剛講的Progress 跟Bunded Waiting 就是說 正常要提供這個 所謂的Process Synchronization 這三個條件都要 我目前談的是 講Mutual Exclusion而已 好 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做法 第二個做法 叫做Swap Swap 它也是一種 我們剛剛提到 叫做Atomic的指引 它本來是一個交換兩個變數的值 兩個變數值 交換的一個高階指令 它事實上把它變成一個所謂的Function 就是它把兩個 兩個Bulling Function sorry Bulling Variable 就是兩個Bulling的變數 兩個都是True or Force 然後做交換 原來True跟True交換以後就是True 一個True一個Force 交換以後就是一個Force一個True 就是這兩個都是Bulling Variable 它們做交換 意思就是說 好 假設我有兩個鎖 一個開的 一個鎖的 那這兩個 我等一下執行的時候 會做一個交換的動作 交換就是先把某一個 放到一個Temporary 然後這個移過去 這個再移下來 這三步 第一步就是把某一個A 放到Temporary 第二個就B 變成A 第三步就是Temporary 再給B 所以這個執行文之後 這兩個都會交換 這兩個都會交換過來 這所謂的Swap 這個觀念很簡單 就是兩個Bulling Variable的詞 做一個交換 好 那我們的意思是說 那我怎麼利用這個指令 來達到Muture Exclusion 一樣 這個Quarticle Section 有一個程式在裡面 另外一個程式不可以在裡面 可是呢 我要用 剛剛講這個Swap的指令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一開始呢 我們還是有個Lock 有個Lock 這個Bulling Variable 一開始呢 還是Force 這個鎖是開著的 然後每一個Process呢 用了一個Local Variable 叫什麼Key 每一個程式呢 有一個Local 它自己用的這個Valable 這個Key呢 不是共用的 這個Lock是共用的 Lock是兩個程式 共用一個Lock 因為大家看這個鎖子開來 是關的 但是呢 各自有一個Key 各自有一個Key 好 那我們來看說 首先 要執行的時候 它是這樣 比如說 第一個程式呢 它把Key變為True 代表說 它已經有一個Key 代表 Key變為True 其實它想要進到 Quarticle Section的意思 你看在這個之前 如果這個程式沒有執行到 黃色這一段 叫做Entry 那它的Key呢 就是Force 原來這個Key是Force 等到它執行第一個指令的時候 Key等於True的時候 代表說它怎樣進到 Quarticle Section 所以Key等於True 好 然後就來檢查說 只要Key是等於True 這個時候Key等於True Key等於True 它會執行下面這一段 執行下面這段 就是什麼 就是Swap Lock跟Key 把它換過來 那你可以注意到 你看我在這個指令的時候 這個時候Key等於True Lock等於Pause 注意到 那我們交換什麼 我們Swap了什麼 我們Swap了什麼 我們SwapLock跟Key 所以這個Swap了 一Swap完之後 Key變成什麼 Key變成Pause 我們是兩個Bulling variable 現在Key是True Lock是Pause 你Swap了之後 就交換過來 Key變Pause Lock變True 好 因為是FireLock FireLock會執行 剛剛提到 就是Key等於True 這個Swap才會執行 對 當我Key等於Pause的時候 這個FireLock就不執行 不執行 就進到下一個指令 就是到Quintal Session 可是那個Lock已經變成True了 這個Lock已經變成True 本來是Pause的 這個就會變成True了 好 就鎖起來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 當我離開的時候 Lock再打開 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 假設 一開始已經 有一個程式在裡面 一開始Lock已經True 代表有一個程式 已經在它的Quintal Session裡面 我們看第二個進來 第二個程式進來 它把自己Key設為True 那Key是等於True 它就去執行Swap 結果因為Lock是True Key也是True 這個Swap的結果 Key還是True 那Key還是True 這個FireLock就會一直執行 這個File Key等於True 就會執行Swap 可是Swap的結果 Key還是True 這個Key一直都是True的 所以它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在這邊執行 這應該很容易了解 就是說一旦這個Lock等於True 你這個Key等於True 這兩個一交換還是一樣 Key還是True 那Key只要是等於True 這個FireLock就會不斷地執行 這個第二個程式 或第三個程式以上 就會在這個FireLock這裡 不斷地在這邊等待 一樣在這邊等 因為它不管怎麼換 這個Lock都還是True 它的Key也是True 好 這個是所謂的Mutual Exclusion 我們用這個Swap 也可以做到這樣的目的 好 那我們 重要的是說 那到底我們怎麼做到所謂的Bunded Waiting Bunded Waiting 我們在講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當有一個程式 它提出要進入它的Critical Section 它一旦提出來 就代表說它在這邊等待的意思 它在等待進入它的Critical Section 那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CPU 給別的Process 先讓它輪 但是 一旦有一個程式提出進入Critical Section的需求 到它真的進入 這個中間別的程式可以先跑 但是那個順序是要被放不住的 這個叫做Bunded Waiting 那Mutual Exclusion當然很清楚 就是同一個時間 最多只有一個Process 進入這個Critical Section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Test and Set Swap 都沒有做到所謂的Bunded Waiting 也就是說可能一個見話就是說 假設你有很多程式 剛才講一個程式在Critical Section之後 其他的程式 我們再回到前面 其他程式都會 都會在這邊等 你可以想想看 假設你這個程式有好幾個都在這邊等 當有一個程式 就是它那個Lock一變成Boss的時候 下一個進入的是哪一個程式 你現在看 比如說 這個程式 我跟你講這個程式在這邊繞圈圈的時候 比如說CPU給它的時候 它執行到圈圈 可是它繞圈圈的時候 有可能CPU會把OS再拿回去 那它就跑到哪裡去了 就跑到Ready-Q嘛 比如說你有三個程式在繞圈圈 在這邊等三個程式 好 當 在Critical Section裡 這個程式 它把Lock打開的時候 這三個程式才會取得這個Lock 其實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是OS在排一層 OS在排一層 那既然這三個程式 誰會拿到 你不知道 因為這是OS在排 那你就不能保證它是Boundary 因為可能說你這三個 好 那一個打開之後 其中第一個它就取得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兩個在排 那如果又來一個C的程式 又來一個C的程式 那你排到的時候 剛好它都在到圈圈 又拉回去後面 所以說因為那個順序不一定 所以你就是說 當一個程式提出區區在這邊繞的時候 它多久之後 它一定可以進到它的Critical Section是不一定 Depends on 這個OS Scheduling 所以因為你沒有控制機制 那我們以下這邊就是要介紹一個 比較完整的機制就是說 這個進去 我們做了 CIT-20 CIT-20 CIT-20